第三的七体如右图所示为一电路 伏特计独数3伏特 安培计独数6安培 经将均匀材质的电阻R横切一半 取其中一半R甲接回电路中 测得电流为X 再将R甲重切一半为R乙 取其一半R乙接回电路中 测得电流为Y 则SY可能为何者 那么我们题目已经给了我们电压跟电流 我们能够确确实实的算出R的电阻有多少 但是我们也可以不用算 用思考的就好了 首先我们把R横切一半 它的结面积变小了 我们晓得电阻的大小是与面积乘反比 面积越大电阻越小 所以横切一半面积变成一半 电阻就会变成两倍 那根据公式V等于IR 那我们所接的电压是一样的 当我们的R变成两倍的时候 我们的电流就只会剩下二分之一 所以原来的电流是六安培 只剩下二分之一就变成三安培 然后我们再把它重切一半 那么这时候两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是我们重切一半 那么长度是会跟电阻成正比 长度越长 电阻越大 重切一半长度减半 所以电阻也会减半 那么电阻减半的话 那么我们的根据V等于IR 那么我们的电压一样 我们的电阻如果减半 我们电流就会两倍 这个两倍是指跟原来的这个的两倍 所以三安培乘以两倍就是六安培 或者我们可以从头开始讲 我们原来是横切一半面积变小 所以我们的电阻变两倍 然后我们又重切一半 那么电阻又变成一半 所以又变再变成一半 所以变成电阻是跟原来是一样的 那么根据V等于IR 那如果我的电压一样 电阻一样 那我们的I当然就会一样 那么一样就是最早的那个六安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 我们的Y就是所谓的六安培 所以我们从以上的说法知道 我们的X呢要会等于三安培 那Y要等于六安培 因此第三基题问我们说 则SY可能为何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A X等于三安培 Y等于六安培